公共旅游卡的问题 接下来到今年底 要怎么样来做检讨呢 这属于金建会的全责范围 会怎么检讨 大家可以关注新闻 那个发展状况 但是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今天在网络上看了 网友说呢 反正路客已经这么多了啦 他们负责来刺激 国内消费就好 所以这应该要来废掉 我们再说呢 改革跟所谓的经济刺激 这两面刃的部分呢 是很难能够取得平衡点呢 杨老师在这呢 我们知道吗 政府这一阵子里来的 杀杀杀已经杀到大家 觉得很闷了 那么现在又冒一个 国民旅游卡的东西出来 还要怎么做 哪有良全其美 我是不站着把他废掉 那我认为说政府现在可以 很公开 然后很正式的告诉 这个公务人员 你使用这些国民旅游卡 你有什么样一些条件的限制 如果我说你违反了这些限制 你将来可能会被 控以这个什么 伪造文书啦 甚至严重一点 还可能涉及到这个贪污啦 侵占公款啦 什么等等 我想把话讲清楚 然后就按照这个规则来做 我想会使得现在 这些被滥用的情况 改善很多 然后一方面又可以使得 这个公务人员 能够保有他一个 休息的这个权利 好那一般人的心情呢 民进党说要改叫 国民旅游卡叫全民都要有啊 这关其他族群什么事吗 应该要给吗 这个我不觉得是应该这样子啦 因为假如这样的话 就回复到以前 这种发消费券那种做法 全民都有嘛 因为我们主要目的 就是要让公务人员 能够维持一个 很好的一个身心状况 能够来为老百姓 做更多的这种服务 所以如果这个效果 能够显现出来的话 我想一般的这个同胞 应该会乐观其成 好其实各行各业 不同的公司 也都有所谓的旅游的补助 所以这个东西 到底是不是全民都应该 要有才叫做公平 是所谓的阶级歧视 还是职业歧视 这个部分是不是说的 有点严重啊 但是请教小胖 好那这个市场 我们现场来宾都认为 不应该费 只是他的使用状况 应该好好调整 现场的话 你觉得呢 那么公务人员这方面 拿到这样的一笔钱 这样的卡来做消费 怎么样才能消费到 你认为刺激到 真的该刺激到的行业 包括你们自己的旅游业 那其实这样 这种所谓国民旅游卡 其实对我们来说 对旅行业来讲 它是不多啦 但是它引起的效益 是很大的 你像一般的店家商家 假如说旅游经营的店家 好像花脸 你现在到处 你到公正街上面 你去看的时候 几乎都是国民旅游卡 的特约商店 很多啦 不像肖美金讲那么少 所以说会有个相当 不是说像现在说 你找旅游消费 缺约的商店很少 没有 几乎他们会找 我这家有 我去消费 甚至说 没有必要消费的东西 他们说 没也好 够减买啦 买的一定会用得到 钱在那边没买 对 可是你看 带动的商气 是倍速成长的 你会发觉 现在花脸观光不一样了 为什么不客气去那边 几乎花脸是必经之地 那你看看花脸现在 现在的房子 我昨天从花脸回来